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非常熟悉的傅雷家书 傅雷是一代翻译巨匠 也是作家 教育家和文艺评论家 作为父亲的他 在儿子的教育上 更是倾注了全部的心血 他将大儿子傅聪 培养成为了世界级的钢琴大师 傅雷的全部教育理念和方法 都体现在他和傅聪之间 长达十二年的数百封通信之中 傅雷家书第一次出版是在1981年 当时他的出版是很轰动性的文化事件 三十多年过去了 这些书信的光芒 不仅没有丝毫的暗淡 反而郁家的明亮动人 傅雷是一位非常典型的严妇 他对孩子有极其严苛的要求 有时傅雷听到淘气的傅聪 乱谈一气 他就会怒不可遏地从书房冲出来 对儿子一顿体罚 傅聪曾经回忆说 爸爸打得我真疼啊 1954年傅聪应邀赴波兰留学 虽然平常对儿子非常严厉 可是儿子刚刚走 傅雷与妻子朱梅傅 就陷入了难以自拔的 对儿子的思念和愧疚之中 他写的信呢 字里行间满是浓浓的试读之情 亲爱的孩子 你走后第二天就想写信了 怕你嫌烦也就罢了 可是没一天不想着你 每天清早六七点就醒来 翻来覆去的睡不着 我和你妈妈老是想着你 两三岁到六七岁间的小故事 这一类的话 我们不知有多少可以和你说 可是不敢说呀 你这个年纪是一切向前望的 不愿意回顾的 我们啰里啰嗦的 抖出你尿布时代的往事 会引起你的增业 孩子 这些我都很懂得 这些我都很懂得 妈妈也懂得 是你的一切 终身会映在我们的脑海中 随时随地会浮现出来 像一幅幅的小品图画 使我们又快乐又惆怅 真的 你这次在家一个半月 是我们一生最愉快的时期 我高兴的是我又多了一个朋友 儿子变了朋友 世界上有什么事 可以和这种幸福相比呢 尽管将来你我之间 离多别少 但我精神上至少是温暖的 不孤独的 我相信我一定会做到 不太落伍 不太东轰 不至于惹你厌烦 也希望你不要与我在高峰的顶尖上 所想的 所见到的 比你们的不真实 年纪大的人 终是往更远的前途看 许多事 你们一时觉得我看得不对 日子久了 现实却给你证明 我并没大错 孩子 我从你身上得到的教训 恐怕不比你从我得到的少 尤其是近三年来 你不知使我对人生多增了几许 深刻的体验 我从与你相处的过程中 学会了忍耐 学到了说话的技巧 学到了把感情升华 你走后第二天 妈妈哭了 眼睛肿了两天 这叫做悲喜焦急的眼泪 人毕竟是感情的动物 偶然流露 也不是可耻的事情 何况母亲的眼泪 永远是圣洁的 慈爱的 1956年 傅聪从波兰回国探亲 在北京举行了个人独奏会 回国期间 傅雷深感 儿子在为人和钢琴技艺方面 都日益成熟 父子俩多次常谈 他们深入探讨了艺术规律 还有艺术家修养等许多的话题 傅雷为儿子所取得的成就 感到深深的欣慰 对儿子未来的艺术发展 他也在信中 给出了重肯的建议 亲爱的孩子 你回来了 又走了 许多新的工作 新的忙碌 新的变化 等着你 你是不会感到寂寞的 我们 却是静下来了 慢慢地回复 我们单调的生活 和才过去的欢会 与忙乱对比之下 不免 一片空虚 孩子 你一天天地在进步 在发展 这两年来 你对人生和艺术的理解 又跨了一大步 我越来越爱你了 除了因为你是我们身上的血肉 所化出来的 而爱你以外 还因为你有如此 我爱一切的才华 爱一切的艺术品 所以我也把你当作一般的才华 当作一件珍贵的艺术品 而爱你 你得千万要爱护自己 爱护我们所珍视的艺术品 遇到任何一件出入重大的事情 你得想到我们 连你自己在内 对艺术的爱 你用在理解乐曲方面的理智 希望能普遍地应用到一切方面 特别是用在个人的感情方面 我的园丁工作 已经做了一大半 还有一大半 让你自己来做的了 爸爸已经进入了人生的秋季 许多地方都要逐渐落在 你们年轻人的后面 能够帮你的忙 将要越来越少了 一切要靠你自己的努力 靠你自己警惕 自己鞭策 谈了一个多月的话 好像只跟你谈了一个开场白 我跟你是永远谈不完的 正如一个人对自己的独白 是终身不会完的 你跟我两个人的思想和情感 不正是我自己的思想和情感吗 清清楚楚地 我跟你的讨论和争辩 常常就是 我跟自己的讨论与争辩 父子之间能有这种境界 也是人生莫大的幸福 灵魂相知彼此欣赏 我想理想的父子关系 大概就是如此吧 可以谈人生 谈理想 也可以相劝勉 共进步 傅雷在给傅聪的信中 曾经说过 我高兴的是 我又多了一个朋友 儿子变成了朋友 这世界上有什么事 可以和这种幸福相比的 金庸先生曾经评论傅雷家书说 傅雷先生的家书 是一位中国君子 教他的孩子 如何做一个真正的中国君子 这一封封家书 既饱含了一个父亲 对儿子的挚爱深情 又蕴藏着一个中国学者 对这个国家 这个世界的高尚情感 这本书问世以来 对人们的道德 思想情操 文化修养的启迪 可以说是既深且远 我想 这也是傅雷家书 被无数的读者 奉为经典的原因吧 好了 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明天同一时间 欢迎继续收看家书系列